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312集大轮回法相 原来禅宫的升级版是不动冥王法相 不动冥王法相也是一种防御菊雪 和金刚法相不同意义的防御 许清安皱了皱眉 没来由的想到语音周的切罗鼠菩萨 那位大佬尖修不动冥王法相和金刚不败法相 叠甲叠道让人绝望 不知道见证能不能伤他 许清安传音回复 确实棘手 娘娘有什么主意 所谓最了解你的一定是你的敌人 这句话套用在佛门身上 就是最了解突驴的 肯定是男妖 他相信九尾天狐一定有办法应对 本作方才说了 禅宫讲究一个不动 杜厄罗汉出手攻击我们时 会自行脱离禅宫状态 这时候是禅阵最弱之事 以我之力 打不破一位二品罗汉主持的禅阵 但打破一百零八位禅师组成的禅阵 毫无问题 以我之力 一样能打破禅阵 但杜厄罗汉出手时 我们一个受戒律影响 一个受杀贼之力攻击 根本腾不出手来破阵 除非我能屏蔽戒律的影响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盗门金丹还是浩然正气 都扛不住二品罗汉的戒律 除非是招手 或者盗门阳神亲之 想着想着 许清安灵机一动 心里有了主意 一枚暗金色的玲珑小塔 从他怀里浮出 悬在他的头顶 他顶浮现一尊 年花微笑的法像 脑后有一轮象征智慧的光轮 浮屠宝塔 杜厄罗汉感应到这件佛门法宝 看了过来 眉头微皱 许清安大喝道 杜厄罗汉 这妖女率领妖兵 残杀佛门弟子 攻打佛门城池 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复国 他不死 南疆永远不会太平 他不死 妖族永远不会甘心 快 快杀了他 浮屠宝塔顶部 内尊大智慧法像 脑后的光轮逆转 杜厄罗汉 杜厄罗汉听完一席话宛如醍醐灌顶 对九尾天狐的称义瞬间达到顶峰 把他视作妖族心腹大患 视作不顾一切也要杀死的敌人 他当即双手核实施展戒律 慈悲为怀 简单四个字 便磨削了角色妖姬的杀意和戾气 绝美的脸蛋呈现短暂的迷茫 抓住机会 杜厄罗汉脑后的智慧光轮 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芒 他抬起手掌 狠狠地拍下 夜空中 一只长达数十丈的佛掌凝聚 惨惨金光将下方城墙照亮 处在迷茫状态的九尾狐 丝毫生不起反抗之意 反而心怀慈悲 甘愿赴死 哄的一声 他被佛掌狠狠拍下高空 拍在坚硬的岩石上 拍得万腰山形同地震 抓住机会 许清安贪塌所有契机 收敛所有情绪 丹田化作黑洞 吞噬着身体的能量 细如显 亮如晝的刀光再次腾起 带着斩灭一切的伟丽 自下而上 劈开了失去二品罗汉主持 仅剩一百零八位禅师的阵法 禅师们体表覆盖的金光溃散 化作光鞋朝四方飞散 一百零八位禅师坠落如雨 枕破 出尽风头的许清安 本想顾忌重施 来一次灰燕成袍 转念一想 他还是放弃了 特效不能重复 不然会显得前驴技穷 暂时没想出新一套特效的 他内心感慨 某段城墙上 夜机将周围的守军和武僧 斩杀殆尽 双爪沾满鲜血 察觉到阵法被迫的 他豁然回首 看见了持剑立于半空的许清安 冷哼声从身侧传来 轻机拎着一口清风 嫌弃地看着夜机 你违背了姐妹间的约定 私自爱上人租男子 夜机奄然一笑 约定 你有自觉吗 我就是爱上人做男人了 怎么的 你嫉妒是不是 嫉妒我男人 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轻机看着他一脸 骄傲和自豪 呸了一声 呸 就这种见一个爱一个的色呸 也呸我嫉妒 两人都是青纱遮面 几乎一个母子刻出来的狐媚眼 身段浮屠 气质不同 但都是急出挑的美人 夜机笑了起来 他才不告诉这个爱做菜的女人 机经是许清安发明的 虽然娘娘说 只要九个姐妹都爱上她 那许清安就是万妖国驸马 谁稀罕他当驸马呀 另一边 就为天狐扶空而起 银发沾染着粘稠的鲜血 一只狐耳搭了着 看起来极为狼狈 九条狐尾 或扫或批或卷 将那些坠落的蝉尸当场击杀 臭男人 他咬牙切齿地传音 娘娘 你听我狡辩 许清安微笑穿音 你与我之间 谁更有能力破坏缠织 虽说大智慧法相的光轮逆转 被法相注视之人的智慧也会逆转 但杜恶毕竟是罗汉 让他强行舍你不顾的对付我 万一让他察觉出不对劲 摆脱智慧逆转的影响 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大智慧法相是法纪菩萨留下的 浮屠宝塔最强的能力之一 虽说比原本肯定不如 但短暂的影响二品罗汉 还是能做到的 说话的同时 许清安操纵浮屠宝塔 让药师法相浮现 玉瓶洒下碎光 助九尾天狐拔除杀贼之力 得到滋润的九尾天狐容光缓发 气息并没有下滑 可见底蕴浑厚 极为耐操 作为一名狐祖 他是合格的 杜恶罗汉盘坐虚空 悲悯地看着死去的禅师 低声念诵佛号 请菩萨出手 救我佛门弟子性命 话音落下 他捏碎了挂在脖子上的 某粒念珠 流盈般的金光在空中一礼 凝聚成一位 披红黄相见袈裟的少年僧人 他看起来还未极观 脸色稚嫩 他的目光慈悲且怜悯 仿佛爱着世间的一切 阿弥陀佛 少年僧人双手合十 低头念诵佛号 一件巨大的佛企 在他身后凝成 那是黄金铸造的轮盘 轮盘中心刻着万字 边缘刻着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 转盘巨大如水车 黄金铸造 透着沉重的金属质感 轮盘缓缓转动 颠覆人常识的一幕发生了 方才被九位天狐杀死的 一百零八位蝉狮 睁开了眼睛 茫然坐起 城头上 城墙下 横尘的死尸 纷纷坐起 茫然四顾 这些原本战死之人 妖 都复活了 大龙回法巷 许清安听见九位天狐 语气凝重地说道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